欢迎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经进入交过我们联合制播的网路视讯节目 我们要让大家透过人物的专访 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争议性事件背后 我们除了看到一些社会运动的冲突之外 我们也可能进一步的去了解到一个事件背后 他恐怕背后有更大的一种结构性的 或者是在文化上面制度等等的问题 然后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 也能够去进一步的看门道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其实在今年的上半年曾经做了一个专门的讨论 我们访问了文山社大的郑秀娟 我们谈到了李明哲的案子 当时李明哲其实刚刚被失踪没有多久 不过就在这个礼拜一 其实很多国人许久不见的 这个李明哲其实出现在 这个中国的网路视频 因为他到了在中国的法院当中 被进行审讯 当然他也承认了他犯下了某些罪行 那我们一般可以看到说 他除了在之前是一种被失踪的状态之外 还有人认为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认罪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被认罪的一种做法 现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邀请到是长期关切 台湾的施改人权 冤狱相关议题的民间施改会 特别是邀请到的这一次也跟李明哲的太太 李敬亦一起去中国的施改会的申诉专员 肖一鸣来谈这个话题 一鸣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鸣我们知道民间施改会 其实在台湾除了从事这种所谓司法改革议题之外 其实也长期关切了整个台 这个所谓的有关于冤狱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情 不过我记得你们所关切的冤狱 不管是这个徐志强案也好 或者说书建合案也好 其实大部分都是关切是台湾的司法体系 以及冤狱的问题 这一次你们为什么会愿意去 参与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李明哲的相关的救援的行动呢 是其实我们长期就关心台湾人 在法庭里面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那这一次李明哲在中国的法院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受公正审判的权利 受到非常大的侵害 所以这也是司改会关心的议题 那我们从案件一开始 事实上因为李明哲他被逮捕 就已经中国就已经违反他的 这个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正当程序 事实上他的司法权利就有受到违背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那就参与整个救援团队 负责法律方面的救援 科北先简单谈一下 这个李明哲案的 这个所谓的整个发展的过程 从一开始的这一种被适中 到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被认罪的 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 可能还不了解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了 好 李明哲他 就在今年的3月19号到中国 他从澳门入境珠海 然后本来在珠海的这个关口 要接他的朋友 就久久等不到李明哲出来 那后来他就通知大家说 李明哲消失了 那李明哲一消失 这个他的家属就非常的急切 因为像他这样成熟的这个成年人 没有理由会跟家庭 跟其他人失去联络 所以他就马上进行报案 然后那个透过各种管道开始寻找 结果就发现就人间蒸发 那隔了几天之后 他就公开宣布这个讯息 也就是说要求中国交代出来 到底李明哲人去哪里 结果过了几天 国台办才对外发布记者会 说李明哲因为涉嫌这个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 他被约谈 所以控制在中国的手里面 那一直等到接近两个月之后 五月多中国台宣布 他被逮捕 那正在涉及这个 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做调查 那然后呢 就在这个上个礼拜 7月8号 这个岳阳中级法院贴出公告 说明这个李明哲将要在 9月11号 就这个礼拜一进行审判 那大家审判的过程 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 例如说包括整个的 这个司法的程序 以及台湾的相关救援的问题 当然这个司法程序 指的是在中国的司法程序 我刚刚也提到说 其实在李明哲 他有一段时间是被失踪的 然后当然 这个这一段被失踪的 这个说法是一种被监视居住 一到5月11号 他才是被正式的逮捕 那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中国的司法 跟台湾的司法 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是这一种所谓的 被失踪 然后被监视 被这个监视居住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才算是一种正式逮捕 这个是在世界各国的法律 是一种常态吗 还是是中国独有的 这种状况 好 我说明一下 从联合国的标准 李明哲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处于 被强迫失踪的状况 因为是 即使李明哲 他已经在越洋法院 好像是公开审理 但是审理过后 到现在为止 他的家属台湾 我都还没有办法确认李明哲 现在到底人在哪里 因为他又被藏起来了 因此呢 我们刚刚传回来的讯息 就是联合国 强迫失踪委员会 他们的认定 李明哲还是被失踪的状态 所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 他其实还是 并不是一个 所谓的审判的状态吗 或是一个审讯的状态吗 强迫失踪是说 这一个人 他所在的位置 是家属跟外界无法掌握的 那他当然就是 好像有拜到法庭上 然后接受审判 但是呢 实际这个人 他的人身安全 跟他的可接近性 是无法掌握的 这就是失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在这几天 也陪着李静瑜 一起到了这个法庭 那你们 你们也到了这个中国 那你在这段过程当中 就你自己的观察 不管是在现场 或是在网络 或是其他的这种 所谓的 跟当地的一些朋友 接触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这个感觉 其实就是恐惧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目的 也就是说 他们非常有自信的 要跟全体的台湾人 跟世界来说明 我中国的法治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这样子 来处理李明哲这样的事件 那你不能够在网络上 随意的跟中国人 来进行这个民主自由 甚至来讨论我中国 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 我们共产党是不允许的 我们会以这个犯罪 以这么严重的犯罪来论处 那他要传递的讯息 就是要让大家恐惧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这一次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家所有对于 这个他太太的争论就是 你为什么不隐忍 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声的说出来 其实背后来讲说 你怎么不害怕中国政府 你难道不担心你先生的安危吗 这是我在这一次 不论是台湾或者是对岸 我们台湾同胞在中国生活 共同体感受到的这个强烈的讯息 你有进到法庭里面吗 我们没有办法进到法庭 我们虽然有申请旁听 但是到最后 我们的旁定证没有核准下来 所以我们后来是送李静渝到法庭的门口 然后在饭店也是跟大家一样 看微博的直播 后来等李静渝回来 进法庭之前李静渝的心情是怎么样 其实他在他最后一天的那个出发前 他有说明 他说他有最坏的准备 即使是跟刘晓波的太太刘霞一样 跟李静渝一起被软禁在中国 他也能够接受 所以当时开庭的时候 他事实上他是做的这个最坏的准备 刚刚你有谈到一个观点 就是说中国政府 他要向全世界说明或是证明 或是宣示 中国有自己中国的法律 中国有自己的一些规范 我们认定的中国认定的一些犯罪行为 他就是所谓的犯罪行为 那当然也有很多台湾的这些网友 或台湾的民众 其实也是认同这个观点 我们看到在网路上面 有一些讨论是说 对呀 你每个国家本来就有一些规范 今天在美国犯的罪 按照美国的法令去做审判 有什么不对呢 今天你在这个一个外国人 在台湾犯的罪 也是按照台湾的法令去做审判 有什么不对呢 你今天李明哲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你不知道 中国法令的这些所谓的规定吗 那你违反了这个中国的法令 被判的刑 被认为犯了罪 这有什么错呢 你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 不是吗 这里就是要特别跟网友们 还有各位朋友澄清的 按照中国刑法第八条 有一个特别的规定 外国人如果 在外国对中国政府犯罪 那他所做的行为 在他的本国是不处罚的 那么中国政府没有管辖权 那即使这个人进到中国的话 中国法律 对他作与这个审理 那最后还是驱逐出境 这里是在刑法第35条规定 也就是说 如果李明哲今天是个美国人 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对待他 因为追求民主自由在美国是合法的 那所以呢 李明哲就是绝大部分的行为 都在台湾发生 也就是说如果他在美国上网 跟中国的网友 在网络上讨论这些问题 他是不会被 一个美国人他是不会被定罪的 那问题就是 台湾人到底属不属于中国的公民 是不是用这个 准用外国人的规定 还是然后如同中国 他现在所 我们很快可以看出他的判决了 那他们这次判决 其实就是要宣示 到底中国对台湾人民的管辖权 到什么程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基本上来讲 这个案子它凸显了台湾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你在台湾所犯的罪 我们先把那个犯罪挂号 事实上是受到中国的法律的管辖的吗 你在台湾的行为 也要小心 有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 而不是你单纯只要考虑 有没有触犯台湾的法律 否则呢 中国他也可以对你主张管辖权 不过我们进一步来看好了 李明哲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一次所谓的 这些自白或是在这个认罪的 这个说明当中 他有提到 他在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吗 还是说他只有提到在微博上面 在这个微信上面 在这个网路上面 他发表了一些去介绍中国 台湾的民主政治 西方民主政治相关的 这些言论就被抓 我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他本身除了在台湾去网路上面 去发言发出讯息之外 在中国他有做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或者是在他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自白当中有提到这一点吗 好大家可以看这个在这个 其实审判的视频里面啊 都有公布出来 李明哲他所有的行为 基本上都是在台湾做的 那他就是认识了一个大陆的网友 那这个大陆的网友呢 他说他要组一个公司 来推动这个民主自由 来建立政党 那李明哲呢觉得很荒谬 所以后来就没有加入 那再来他为了组这个公司 召开了一个武汉会议 那这个武汉会议 李明哲也没有去 然后中国政府控告李明哲 说他从这个2012年到2016年 不断的做各种的行为 但是他一方面呢 又揭示李明哲出入境的记录 李明哲出入境中国在2013年两次 那下一次出入中国就是2016年一次 所以呢到他在今年被逮捕之前 过去的四五年之间 他才去中国旅游啊三次 那渐渐他网路上的这些网友 那请问一下这样子啊 绝大部分在台湾的行为 这么短暂去中国的时间 要如何推翻中国政权 那所以我们才会说 那个李明哲这个事情凸显了 大家在台湾要小心 因为中国正在主张啊 他对你在台湾行为 台湾言论的管辖权 那中国的检方有具体指出说 李明哲在中国做了哪些事吗 没有 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他就是说他来中国会见网友 但是呢大家仔细看 其实他说会见网友做了什么事 没有其实就单纯的旅游 大家聊聊天 事实上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呢他没有从中国的组织 拿到任何的钱 他也没有把任何的钱 投到中国任何的组织 甚至他所有的行程都是自费的 那个他没有参加的武汉会议 他们还有那个梅花公司 他们收的这个几千块的人民币 花在会议上的两三千块 另外三千块钱捐给了他们 一个被逮捕的政治犯的家属 这个都是中国他们很常见的行为 觉得大部分都没有被判处犯罪 所以这个是这个案件 大家也许仔细看 你就会发现背后的真相是这样子 所以即使是包括中国的检方 都没有办法指出说 他到了中国到底从事了哪些 相关的这个犯罪行为 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所谓的认罪的这些内容当中 有提到说 他是一种 颠覆或者所谓煽动国家 以及去推翻社会主义的 这样的一些罪名 这些罪名是具体存在 这些行为是具体存在的吗 或者这些罪名是合理的吗 这要稍微解释一下 李明哲这次被起诉的是 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最终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前身 叫做反革命罪 反革命罪是1927年 国共革命 就是要推翻满清 还有就是那时候要推翻军阀 他们革命的时候 所发明的罪 就是反对革命的人 他就是罪 反革命罪到了 国民党到台湾之后 就变成惩治判断条例 惩治判断条例 就是用来对付言论犯 比如说柏阳 他翻译一个大地水手 对 那就被关了八年九年 他没有做任何的行为 他只是单纯的言论犯 那么那反革命罪在中国呢 那真的是从文革啦 我们看到他们大要劲 政治斗争 都是反党反革命这个罪名 那不知道有多少的人 因为这个政治的指控 然后被入罪 那他一直衍生到 现在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个罪的特色 他就是来对付言论犯的 也就是说 他不需要具体的行为 他也不需要听这个言论的人 听到这个言论 有产生什么样的犯罪行为 他只是单纯的说 如果你有讲了一些 中国政府认定 你是对于他的政权有所质疑 你是认为对他的政权有所威胁的言论 那么他就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 所以从我们这样子简单的来做一个小结论 就是说李明泽他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他到中国跟网友见面 或在中国的领地当中 他实际上做了什么 可是可以确认的是 他在网路上面 特别是在网路上面 他发了某些的言论 发表了某些的言论 而这个言论 是不是构成所谓的颠覆国家罪 恐怕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质疑 不过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关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就像台湾过去的刑法 一百条 就是说如果你是一种某种意图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定罪的 那换句话说 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证据 实际的去进行着手做了什么 可是某种的言论或是某种的意图 特别是在台湾的某种言论 也可能会被罗兹入罪 当然最后法院还没做出审判 可是目前看起来态势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 相关的话题就是 李明哲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很多人觉得说 哇是不错的 因为你先认罪 认罪回来之后 你有办法回来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好看 要不然你不认罪 到时候一直被囚禁 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部分 我们看到台湾政府 至少我们在表面上面 看不到他有比较积极的做法 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能力去做吗 还是会有某种的进退失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讨论这样的话题 欢迎您收看这个礼拜的 大圆载报新闻 由新移民团体学者和律师 组成的九一盟 在9月13号集结抗议国籍法 第19条的修法内容 去年底修正通过的新法规定 新移民在放弃母国国籍 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之后 如果被法院判决假结婚 或是假收养 就会被终生撤销台湾的国籍 让团体认为是严重侵犯人权 新移民团体南洋台湾姐妹会表示 新移民为了拿到我国的身份证 必须先放弃母国国籍 但婚姻状态生变 入台证件有瑕疵 都会让新移民的台湾国籍被撤销 其中也不乏许多遭到配偶陷害 是婚姻无效的案例 新法等同逼迫新移民变成黑户喊人穷 学者也认为台湾国民犯罪 也没有吊销身份证的惩罚 新法却让移民生活在失去身份的恐惧当中 应该废除 失踪170多天的李明哲 因为遭到中国指控 涉嫌颠覆国家政权 在9月11日受中国岳阳市法院的审判 法院的官方微博进行停讯录影 将开庭过程分段上传网路 而自称受李明哲委任的张庆律师 却在8月的准备庭当庭放弃传讯证人 也不争执检方起诉的证据 斯改惠认为 律师放弃为被告争取权利明显失职 更有熟悉中国法的律师表示 李明哲全案是由国安单位发动 人民检察院只是配合侦办 根本不可能否决逮捕令的申请 也让整起案件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意味 越南籍移工阮国菲日前遭警方射杀身亡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等团体 在9月11日到行政院抗议 希望政府调查本案的真相 言成执法过当的情况 团体也呼吁政府改革 让移工身份中逃跑的标签彻底消失 阮国费的父亲在公开声明中指出 外籍移工必须缴交高达14万的巨额重结费 才能来到台湾 经负着庞大的债务 工作过程中又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才会有移工选择离开前一个雇主 他希望政府能改善移工的工作环境 让他们自由转换雇主找到工作 并且提高薪资 国际劳工协会的成员指出 移工受限于就业服务法第53条的规定 没有办法任意转换工作 只因为违反了民事合约寻求更高的待遇 就要被贴上逃跑标签 面临台湾社会的巨大歧视 他们表示移工就算逃跑 也罪不及死 更不应该丧彼他乡 再次回到参谈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 想在刚刚的大原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一件让人家觉得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逃跑外劳被警方枪击毙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细节 或是所谓的事实必须进一步的去厘清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外劳 这位移工的父亲家人也到了台湾来召开了记者会 他也提到说为什么他们会逃跑 或是他们必须要逃跑 是因为在台湾目前的这种法令制度 或是在薪资里头的这种所谓的制度 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剥削 当然我们在看这个问题 除了去检讨警方的用枪的时机 或者是相关的比例原则之外 其实更大的就是在这个制度上面 这样的事情其实如果没有从这个制度上面去解决 这个所谓的外籍劳工在台湾处境的问题 相关的事情其实也会不断的在发生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施改会的肖一鸣 要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李明哲案 一鸣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李明哲案的大致经过 以及为什么中国的法庭 中国的政府要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让李明哲这个认罪 其实背后可能有更大的两岸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问题 或是中国要对他的 这个对台湾的主权的某种的宣示的意义 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你早就认罪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有人会建议说 李静云的调子就放软一点嘛 就是你不要那么强硬 那能先回来再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结果真的看到了李明哲 他认罪了 他也去承认他做了某些的事情 先不论这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违反了这个中国的法律 就是足以违反法律 那但是他其实认罪 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什么不好吗 是 李明哲这一次的认罪是难能可贵的 因为他争取到了在全世界面前 公开的承认他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我们看出来 他其实是蛮骄傲的在说 他在网路上散播这些讯息 那他追求民主自由 他对中国的这块土地跟命运 提出台湾人的观点 以及他身为台湾人的关心 那当然他妥协的就是说 他知道中国政府认为这样是犯罪 他也对中国政府认为这样犯罪的行为 他说他认错 他说他道歉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 这就是现在李明哲这是认罪 他的价值在于是说 他让全世界也让台湾人看到了中国如何对待一个不同思想 不同价值的人 那这是李明哲这是认罪最大的特点 那如果李明哲的太太他是选择隐忍 那李明哲这段审判绝对不会公开出现 那大家会说那不公开出现 私底下处理会不会比较好 实际上我们过去很多很多案例的经验真的不会比较好 很多的台商 也许大家在电视上你稍微搜寻一下就看到 他在中国 那人生受到威胁 然后家属就透过各种管道去营救 结果被骗得倾家荡产 然后所有在那边产业通通血本无归 最后仅已生免甚至有的人回不来 然后在那边遭受到到现在还没回来 在流落在那边或甚至那边监狱无人闻问 那我们所以这一次其实李太太跟李明哲 他们所选择的是说 我们应该坚持一个这个法治的价值 就是说你如果要说我错 那请你公开的讲我错在哪里 我们来进行审判 那这样子才可以可预测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审判 大家都可以 所有人都可以分析李明哲 大概他的罪责 他的行为 那刑度各方面都可以分析出来 都可以预期 那除了台湾人也开始知道说 中国对法律的界限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非常肯定他们两夫妻 在这次案件上的处理 他为台湾人跟中国之间的这个法治关系 等于是说突破了现有的僵局 我觉得这个分析其实蛮有道理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李明哲的这个所谓的被认罪 跟其他在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异议分子 或是维权人士的被认罪 似乎是不太一样 因为在李明哲的这个被认罪当中 他其实有说说他做了什么 他没做什么 然后他谈到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 他谈到他做哪些事 例如说谈到民主自由 介绍了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等等 然后他也特别强调说他违反的是中国法律 所以这也是展现出这个所谓的被认罪的这种形式 跟其他中国的维权人士被认罪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模式跟意义是吗 这一次最大的特别就是国际的介入 李静瑜去了美国 这一次在联合国强迫失踪小组的关注 欧盟议会又有正式关切这个案子 因此中国必须对全世界来交代 他如何处理这样的案件 那我们也才能看到说 这是李明哲在法庭上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彼此的界限在哪里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你特别提到说 这些国际之间的介入 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的民间的NGO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怎么样去参与这些救援吗 台湾有哪些NGO 他到底做了什么 能够让这个议题 可以让国际之间有比较大的关注 是 台湾的NGO 其实就是长期关心民主自由法治 那这一次等于是 集全体NGO的力量来做 我们这个两公约 还有这个台权会 他们联系了所有的这个欧盟 还有这个联合国的路线 那这都是他们长期经营的 然后呢 像杨宪宏 那他联络的这个美国国会的单位 那这也是他长期在进行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台湾两岸交流各方面的团体 那对于中国的审判 各方面也有长期的研究跟了解 那透过这一次 也尽所有的管道 能够尽可能的打听预期 李明哲在中国可能会面临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监督政府 要求政府要做事 一方面协助政府 比如说我们这次也尽量派人过去 那旁听这个审判 那那个老姨站在民间的立场 就这个事件提出提出评论 这都是这一次NGO所做的情况 那我们最主要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对外要引起国际重视台湾的地位 对内我们要呼吁台湾国人团结一致 不要失了 不要要求中国要有正常的法治 建立彼此两岸法律正式的管道 不要有这个私底下不要再用什么私底下 妥协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样 相对于这个台湾NGO的这么的努力 或者是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跟心力 相较之下看起来台湾政府是比较沉默的 我记得在大概是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曾经遇到一个学者的朋友 他其实也去陆委会开会 陆委会大概在上个月还在问这些学者说 我们该怎么办 就面对李明哲的问题该怎么去救援 事实上我听到这样一个讯息 我是有点啼笑皆非 那台湾的政府到底做了什么 有人会觉得说 港湾的关系 其实在蔡英文上台之后 其实是更紧张的 然后台湾的外交处境也非常艰难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台湾政府可以做什么呢 或者是台湾政府又做了什么 做了这些东西到底够或不够 我觉得现在讲这件事情还太早 因为政府真的做了什么也不能对外讲 但是台湾的人民台湾的NGO有权利 大声的要求政府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 也要让政府知道 否则他有可能真的不做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NGO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事 然后我们把我们觉得政府应该要做的事 大声讲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结果 那整个政府到底有没有做的事 我想过一阵子 三年五年资料揭露出来 历史自然会有评价 那我们希望啊 那个现在政府官员能够努力的做 然后呢对得起啊 那个未来历史的交代 李明智的案子其实事实上是还没有宣判 那他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宣判的结果吗 那因为他现在又被羁押 然后在哪里又不知道 他的命运会不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下场 你自己的觉得 你自己的判断 其实现在讲这个有点早 我们只能分析 他被起诉的罪名 最重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然后呢他就他不排除 那个有可能使用这个武力抗暴的手段 那这里啊 其实又承认他是守谋 所以他最高真的可以判到无期徒刑 但是呢 他们这边在又有说 其实李明哲没有任何的实际的参与 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 然后呢他所谓的这个武力抗暴 也不过是说 他是为了追求 他认为为什么中国要进行改革 追求民主自由 否则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这样做 武力抗暴是难以避免的 这个是台湾人所有人的common sense 台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要判李明哲无罪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透过这一次审判的这个李明哲的认罪 跟过程 我们觉得他非常的可大可小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期待啊 中国的法院可以发挥他们的智慧 然后做出最好的判决 当然我们会觉得如果真的有判决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他没有 没有犯中国的法律或者是他在台湾的行为 跟中国法律没有关 也许我们会觉得他根本不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判决 或是也不需要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存在 那当然现在人已经在那边 恐怕这个等候判决是某种程度的必要 可是回过头来 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 民间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的政府还可以做什么 是 不论如何台湾一定要 台湾的人民要团结起来 拿出最大的声音来告诉中国 你不能够任意的对待台湾人 那台湾你必须要清楚的跟台湾政府 跟所有台湾人交代说 你中国希望台湾人怎么做 那彼此沟通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 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个礼拜天的下午 三点到五点在这个散岛市站附近的中央一文公园 我们有个人体排斥的活动 我们要大家手牵手排出 China Free Li China Free Li 要求释放李明哲 向中国政府传递台湾人民 最清楚的声音 在14号的时候 李静宇的太太也发文给这个陆维 还有一个海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去 跟中国政府要求 让李静宇还是可以持续的去探视李明哲 或者是把相关的经济上面的需要 或者是把一些书交给中国的政府 或中国的所谓的监狱 这个事情台湾的政府做得到吗 我们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做到 因为今天不是只有李静宇不能送 今天是成千上百的 在中国被关押的台湾人 他的家属都不能送 不是只有李明哲 现在被关在中国的监狱 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人 也正在关在中国的监狱 虽然他们关的理由各自不同 但是他们的人权 跟他们基本的人道关怀 事实上 因为他们的监狱水准 跟我们落差很大 所以都还有非常非常大要改善的空间 我们希望台湾政府 一定要能够坚持的争取 从李明哲案开始 那台湾人民也应该要 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 大概有多少的台湾人 还被关在中国的监狱 先不管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那这些被关在监狱的人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探视他们吗 是的 那个这个资讯目前很混乱 因为从去年520开始 中国就单方面中断了 所有这个人身安全的通报 那我们从这个马英九时期啊 到这个马英九时政的八年的通报的统计 台湾大概两三千人 在中国曾经被限制过的人身自由 那那个 那我们可以看去年 譬如说这个肯亚案 这个我们在肯亚的炸气犯 不论在肯亚判有罪无罪的 通通都被送去中国 那绝大部分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家属啊 无法接触的到 这其实是让大家觉得是非常匪夷所思 因为探视权本来就是一个家属 他应该要有的一个权利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司法事件 他还是一个政治的事件 最后我想要请一鸣告诉我们 你觉得中国 这个被 可能是台湾第一个被认为 是一种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 甚至被判刑的李宁泽 这个对中国政府 他最大的宣誓意义是什么 中国政府最大的宣誓意义就是 他真的很担心台湾的民主自由 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的人民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统治的 这个中国政府 那有极大的影响力 那所以他们要透过李明泽这个案件 来告诉台湾人 你们在台湾做台湾的事 但是不要来弄我们中国 那这个是我觉得 看到他最大的宣誓这样 我想不管你觉得台湾跟中国 未来的关系要怎么走 都不能够否认中国对台湾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那怎么样去相处 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奋计 或者是一个 在一个人权 在一个自由的条件之下 能够共同存在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 而李明泽的案子 也特别值得我们在持续的观察 看起来台湾的民众 未必很真的关心李明泽 可是李明泽的事情 不是只会发生在他身上 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 台湾身上 台湾人的身上 都有可能这样的一种状况 今天非常谢谢义民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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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带了希望 忘记又想起来